新加坡 新加坡 高唱生日快樂歌 不僅台灣 亞洲各國 也沉浸在中華民國國慶氣氛中 首先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 新加坡 新加坡 有一萬歲 好的 新加坡國會議員 商界人士 等上百名嘉賓齊聲祝賀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台新經濟夥伴協定 渴望在11月底前簽署 這個好消息替新加坡 國慶酒會現場再添喜氣 新加坡是我們的 第九大貓魚夥伴 未來 ASF協議一旦簽署 兩國的關係 夥伴關係必能 提升到另一個新的境界 不讓新加坡專美於前 駐泰代表處也盛大舉行 國慶酒會 泰國參眾議員駐泰使節等 超過千人出席酒會 現場裝點的美輪美奐 巨大的台北101 易與數字冰雕吸引大批賓客和親朋好友可以留念 駐泰代表陳明正至此時指出 台灣已經與紐西蘭簽訂台紐ECA 與新加坡洽簽了台新經濟夥伴協定 也完成實質談判 台灣是泰國第三大投資國 希望台灣和泰國未來也能簽署經濟合作協議 我們也跟泰國正在進行ECA 也就是經濟貿易經濟合作協議的可行性研究 我們預計在今年年底的時候 會初步提出研究報告 同為東南亞的印尼舉辦國慶酒會 吸引到上千名嘉賓出席 尤其神秘嘉賓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和最美麗的主持人白嘉莉現身會場 讓氣氛排到最高點 在這裡讓我們大家共同的一起來祝福我們的國家 國泰民安 國富民強 也祝願所有的朋友身體健康 家庭幸福 謝謝 今天最高興的 是我這一輩子第一次在海外 我參加這種我們國慶的活動 尤其是不要馬上要在這邊投資的地方 可以證明中華民國在印尼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 有很大的影響力 鏡頭轉到南亞的印度 國慶酒會上新德里外交使節 政府官員台橋等將近300人與會 印度小女孩還開心地不斷轉圈跳舞 祝印代表田中光致死時表示 希望兩國再合作創造出更多 想電影少年拍一樣的得獎電影 乾杯 至於香港也舉辦簡單而隆重的慶祝活動 來自政經界 藝文界等約800人參加 齊聲祝福中華民國 山日快樂 第二天 誰理解 搭訪